Zither Harp 嘿 走走吧 Zither Harp Ben Yah 早上看到你真好 感谢 很感恩 Yah 哇 Yah 我没有想到三年前在东宁认识你 三年后我们有机会早上一起来徒步 这么快 三年了 三年了 2021年认识的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 我还记得那时候碰面的时候 在东宁的时候你才是同学的时候 连那时林伯珠 我的院长就跟我说 有一个明星在这边 你需要跟他拍照吗 因为我说我不敢 我怕害羞 这是巧合 你从那个曼尼河进来的时候 让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问起你说 你的名字是陈凤林是吗 你说是啊 是啊 是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开始的认识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还觉得 你就没说太多 很稠的感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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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做任何东西呢 都是带着一种 Spirit of Excellence 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在东宁你是负责清洁的嘛 清洁 对吗 对对对对 我会觉得说 哇 你每次拿着那个Vacuum 去到那个房间 你会觉得 然后上完课之后 你在那边清洁 然后清洁之后呢 你不只是脸上有笑容 而且呢 你确保每个椅子的座位啊 你还会用那个Brush啊 这样吗 你会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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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真的啦 真的是谢谢你们 你们愿意来到东宁学院读书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书你们 就是这么谦卑 来部长 我们往前走 来 部长 哈哈哈 那你二十年进进出出监狱嘛 对吗 对 就是带着 有说带着恐惧 恐惧 因为都不容易拔在里面 你现在回想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受悔的吗 其实我跟你说后悔 其实我的纹身里面 在这边 我有一个纹身 我可以给你看 可以看一看 你要听的吗 这个啊 我从不后悔做过这件事 你听了 我从不后悔做过这件事 那后面呢 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我 我每次都在跟人家说说我不后悔 不后悔做过任何事 可是当我在这个时刻 当我认识到神的时候 我回转的时候 我看见了 其实我真的是很愚昧 做过那些都很无聊的事情 不听长辈的话 不听家里人的话 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 他们自己的生活 跟他们的生命 都是有那么的丰盛 为什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呢 是不是我家的背景是这样 还是是我自己去造成 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家里人 我一直推在我家里人 可是其实没有看到我自己 其实我在最后第二次的时候 第八次的建议的时候 我在05年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放我的名字 进去那个Bible Study 所以本来你只要读computer的 你朋友把你名字放在Bible Study 对 所以我就找我的一个朋友 我说为什么 是放computer 为什么那个人 跟我放那个 Bible Study Yong you don't worry 他说 他是印度人 You don't worry 其实你可以去选一个 我说OK 事情 like that 我就选一个 可是我去面对那个景观的时候 他 他看到我这样的 跟他顶嘴 他就说 我要你去Bible Study 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OK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要的话 我就要推发去我的officer 所以我的officer 他们上探的上司 就是问我 为什么 你放你不要去 我说不是 其实不是我放的 可是他还是很 很 很坚固的 就是说 很强调就是要我去那个Bible Study 是 所以在那个Bible Study 我成为一个同学 对 在那里面读 读那个Bible 所以你还是去了 去了 我还记得 我也不会祷告 什么都不会 连也不会去结教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 看起来就像Holy Holy 他们就 Hallelujah 敬拜赞美神 然后我觉得 我不是这样的 可是我还是很高兴 就是说 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去学习 从不会祷告 学习祷告 不会写字 从学习写字 连不会读经 学着读经 连敬拜 就这样 我会大眼敬拜 那时候 我记得在Jeper 考心的时候 我在坐前面的时候 我的牧师 那个牧师在看到我讲话 他就突然间指着我 弟兄 你相信吗 你要接受耶稣吗 然后我就察觉到 我的心一直在 叮咚叮咚跳的时候 我觉得 为什么会 他会问我这句话 然后 他就再问我 一而再 三次再问我 如果你相信 你去看见上帝的荣耀 你的生命 必然就会改变 是 所以 我就继续我的手 继续我的手 朋友继续拉着我 哎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就死掉面子 我跟他讲说 我要跟他 我要挑战他 如果是假的话 我就要拆他的台 就是说 要 攻击他这样 可是说 当我来 节制祷告的时候 我就扣理 神的心里 相信 世上不是为耶稣 是 这里的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 我接受了 我信的主 嗯 所以那时在里面的时候 我就是从 2011年 我出来 对 所以我去到一个教会 去 他们租一个房间给我 是 所以我在那 在外面就是这样的 外面的生活 就这样走过去了 哇 那 那 什么 促使你终于 你觉得 我决定我要改过自己 是 那个转捩点 转捩点 很不容易 其实我的转捩点 是在 2010年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 我绊倒的时候 那时我觉得 生命没有意义的 那个是 入狱最后第二次的 对对 就是我信而出之后 我出来的时候 我去教会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生命有翻转 对 我以为我能找到一个盼望 对 可是 只是好像看不到那个盼望 对 就是说我在那时我半岛的时候 我觉得我生命就是这样的 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那时 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拿那些药丸 安民药 对 来吃 因为我的脑里就是说 我觉得我要去自杀 OK OK 那时候你很想放弃你就 我真的很想放弃 我觉得 不想再入狱了 因为我在里面做个见证了 他们已经看到我说 我要进来ex-a-volunteer ex-a-volunteer 来鼓励他们 可是说我的鼓励 到最后一个落空 就是说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着潮流走 做我那些我需要做的东西 就像short cut 要赚块钱 要有家 要有车 什么都要 还是做回非法的东西 做回非法的东西 上帝还是依然很爱我 我记得我在石楼跳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喉咙有一个声音出来 那个声音就是喊着我的母亲 就是说妈妈 就这样讲 可是当我在醒的时候 我就跳下来的椅子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我会在这边 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自杀 我就想过为什么这个椅子 会在这边是谁的 到底这个地方是哪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下去石楼的时候 我觉得要悔改 我说主啊主耶稣你帮我 我这一次我真的不要再细了 我要 好好去做人悔改 我不要再细 可是当两个钟头后 他引来的时候 对 我就忘记我所说的话题 这就是 人为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 我不故意去 就是要去得到 就是这样 最后你还是入狱了 还是入狱了 还是入狱了 那是最后一次 很感恩就是说 在入狱当中 我看到神的这个作为 本来我的贩毒就是第三次 对 所以我应该是要被判15年 15年 minimum 15年 以上是大概是 16 七吧 哇 等条应该是会 15到17 对 我觉得这样 可是真的很感恩哦 就是说 神真的是没有离起我 祂也让我看见 祂的神迹在我身上动工 就是祂 我结果我的头尾在神灯来 就是9年半 哇 我的朋友都说,哇,为什么你这样幸运? 我的朋友倒17年,哇,我说这不是幸运,这是神回应的祷告。 所以我相信神一直意而在把我跳楼的那一天从黑暗拯救出来。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时我的trafficking的这个贩卖毒品成为九年半九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神迹已经让我看见了。 因为有时候我会再说,让我看见我再相信嘛。 所以这个看见,已经让我看见,我还相信吗? 还是觉得这是巧合? 可是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去经历神的这个,祂的同在。 我说主啊,我不要再,祢再跟从我。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祢。 就是说,我要走在祢的后面,让祢来带领我这一生的生命突破。 所以我才会看到那个转捩点的盼望在哪。 对。 所以我就放手的时候,我在建议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建议跟人家说,我要去一个Hopway House。 每一个人都在取消我。 你真的嘛,你不是说Hopway House不可以改变你。 连你说新的主委,新的主委也不会改变,为什么这一次你真的那么认真? 我说我已经没有路可走啦。 嗯,嗯,嗯。 只有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这一条路了。 是。 所以我每次在,有我自己的意志力,靠我自己的思想和做法,每次都是去做我自己要做的东西,都是失败。 是。 可是我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来把这个信仰,这个基督的信仰放在我心里。 对。 能找出一个盼望在基督里。 嗯。 嗯。 哇。 你这么分享让我想到说, 呃,其实重点可能不是在于,在你生命里,重点可能不在于,呃,去哪里? 去Hopway House。 去Hopway House。 而是,当你终于把,像你讲的,把神放在你心中的时候。 那个改变就真正开始了。 对咯,我已经在外面已经有五六年。 是。 对我家人来讲,是他们看到的,不是我自己。 是。 是看到我的,呃,生命的改变,就是在耶稣里。 呀,我还记得我,呃,呃,几年前我,我的母亲的信主。 我刚刚出狱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问她,她是不是要接受耶稣。 嗯。 可是她,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因为她,她当时觉得信了主的时候,不给做这个,不给做那个。 是。 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当,她无愿意接受的时候,我还是继续为她祷告。 嗯。 我没有放进去祷告。 可是过了三年后啊,她仍然的接受耶稣。 我会说,为什么你要接受耶稣? 她就指责我,嗯。 我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 她就说,因为你的生命的翻转。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的生命会翻转到这样。 哇。 所以她看见了,还是神,还是归回到神。 是。 你的生命,就好像刚才啊,我们在那个铁轨上,你懂吗? 就是很坎坷,你懂吗? 是的。 对。 那现在,你开始走的路,这五六年对吗? 就好像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 就比较平坦。 那当然,依然还是要靠我们, 堅持地走下去。 对。 对。 还是有一点付出,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坎坷。 对。 其实,刚才我在走那个康克路的时候, 我就在想到,我过去的生命就是这样啊。 康克路在上上下下,可是人生就是有上上下下。 可是当,当我在走到那个平路的时候, 我觉得到我的生命好像是, 就是,reset跟restart。 所以,当我走上这个康克路的时候, 走到这个路的时候, 看起来是很稳。 对。 可是,依然还是要信靠上帝的话语。 是是是。 因为,我要很清楚的,就是说每一天啊, 我的最主要是每一天,要清楚神的话语。 好。 不然的话,我还是会被世界上引入去。 对啊,走路不小心会发达。 对啊。 嘿嘿。 哈! 员,听你这样分享吧。 所以这五六年,无论是你的生活,我的工作,你的朋友圈,你的感情,都。 都产生了蛮多变化的对吗 这六年有没有 你一步觉得想放弃勒 有想过放弃 那时我在新松恩 我曾跌倒过 但是我的领袖 Robin弟兄在鼓励我的时候 Ben 你在分享的时候 我听见说你要放弃 可是你要知道 这边的全部的领袖们 弟兄们哪一个没有跌倒过的 只要你跌倒的话 你要重新爬起来 往向前走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你的不一样 我还是每天都提醒我自己 跟我妻子说 我必须要每天都要 很清楚神的话语 很清楚神怎么样 指导我走出这个方位 我都是要保持到我的新生命 就是这样 会影响到在建议的弟兄们 或者是在我周边的人 包括我父母亲 也包括我在东宇生性学院的同学们 嗯 最后我想问你了 就突然间想到的就是说 可能有些年轻人 他们可能有跟你类似的挣扎 以前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挣扎 还有可能一些影 对 你会怎么劝解他们呢 要怎样去帮助他们 我只是带着自私给他们 好 因为我的经历 我请示给他们 可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司令的一个挑战 是 可是当他愿意把他的生命 献上的时候 来跟随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看见 好 他会看见 就像你一样看见 对啊 好啊 好 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记得带Amanda来这里 因为刚才你讲说 她很想来这里 可是你不会来 下次一定要带她来这里 我要带她来这边 拍那个景象 谢谢你 谢谢你 有没有吓到你 嗯 其实有啊 因为你的笑声 什么大声 我就哎呦 为什么他们吓那么大声 其实每个班里面 都是因为你的生命吓到 真的吗 对啊 吓到还是 吓到吧 可是说你要给我咯 这个啊 好 我给你 这个我要丢在这边 就是 下一次我会再来 哦 来 你看 感觉要再结婚这二次了 我在这边 我去捡那一地 反正这地 就有这个风铃鞋丢在这边 感恩啊 OK Thank you thank you